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二节呢 我们这一节呢实现的是这个第三方的登录 对吧 刚才呢我们实现的是这个分享 那么这个登录呢 这个步骤和前面这个分享都一样 但是呢我们还是给大家这个来一遍 把大家这个一遍学不会 是吧 再来一遍 另外呢这个实现分享相对比较简单 就是调用这样一个方法 CRSDK里边这个实现登录这样一个方法 叫get user info 这个类型里边有很多类型 比如说你是新的微博 还是微信呀 还是客户空间呀 各种类型啊 你把类型传过来就OK了 后边有一个result 就是你登录成功还是失败了 如果成功呢 它会反过一 我们检测这个状态就OK了 还是照着刚才那个步骤重展一遍 看看大家还记着吧 怎么弄的 记着 就是记着考考小弱是吧 看看学习状态怎么样 然后是创建一个项目 18-02下一步 然后第一步是什么来着 要去官方网站是吧 然后找到这个官网 我们首先是到这 到官网里边呢 当然第一步我们是要创建一个应用 这个我就不创建的 这个还不是第一步 第一步你要来登录注册 没有账号就要注册是吧 没有账号的话 要来注册一个账号 这是第一步 那么第二步呢 注册好了之后 你要来登录一下 那么登录完了之后呢 第三步就到刚才我们这这了 你要是没有一个账号 看我们这个产品中心里边 其实我们这这 因为我们已经创建好了一个应用了 就我们这个进入后台里边 我们这已经有一个应用了 如果你没有这个应用会怎么样了 它会让你这个创建一个应用 你看APP里边我们刚才已经创建好的 有test的CR SDK对吧 这个步骤呢 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边我们应该能拿到一个就是这个APP K 这一个K 那么进行设置 另外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看这里边 我们这个过程我们就不说了 因为跟刚才是一模一样了 下边看一下这个文档里边 IOS集成文档里边 其中这有一个叫第三方登录的 OK 那么关于这个登录啊 这个在登录之前 我们还是把刚才的那几个步骤 给大家说一下 快速集成里边 刚才说下载这个 然后是后边是集成吗 集成就是添加一堆类裤 还是任限 再来一遍啊 这个上演的这一刻 上演 添加这一刻上演 然后是 添加 第一个叫什么呀 Cterm Configure 添加找到 然后这个 然后找到他后边还有一个叫 text Talifony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library labz.25 添加 还有一个叫Security 添加 好这些都加好了别忘了后边有一个叫message UL的这个我们也加上否则他会报错 这个都加好了之后然后干什么 把那个crsdk给他放进来是吧 刚才我们下进这个里边这儿有一个叫 crsdk的其中车子里边就把整个里边都 拖进来 放到这儿来 ok copy at a term if needed 如果需要就copy 当然需要对吧 编译一下然后接下来就是 怎么样集成呢 集成的步骤跟刚才一样就是你要 首先要设置那个URL schema 就是 怎么说这样 到我们这个 sporting file info p list 里边 这让我们来点击这一地方点击 添加 url taps 加好了之后点开 然后在他里边 继续来添加 添加 添加 嗯 这里边添加一个URL schema 这个ID就不要他了 DL schema 然后在这里边 它有item item的值 可能有好几个 我们是微博 看一下微博那个ID是多少 呃 就是我们的应用 open点微博里边去看看 我的应用 然后测试crsdk 这个ID 最好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是吧 看一遍就记住 这个怎么编辑不了呢 哎呀我的娘 注意中间不能有空转 空转也算一个字符 是吧 也算一个字符 他以为你这个密码 比如说我们很少有设置密码 说中间的加一个空格 是吧 那是很要命的 是吧 那也记不住啊 空格到底在哪个位置 那么这个就配置好了 url schema 还要配置什么呀 就是在 IPvdelegate里边 要配置 那个 一块信息 这块信息啊 我们就偷过来嘛 因为上海阶口 我们都给它配置过了 在我们刚才创建的项目里边 去把配置好 那个copy过来就可以了 打开我们这个分享里边的 刚才创建的一个项目叫 18-01 对吧 01里边的这个 就是刚才我们那一块东西啊 嗯 要注册这个 这个ID啊 刚才我没改 这个ID是要改一下的 把它calk过来 然后放入V OK了 看到B 标的一下 下个ID其实 因为如果是这个啊 他因为他自己申请了 如果用我们自己申请的 那个应该是来这找 就是刚才我们申请好一个ID 我们应该用这个ID 知道吧 因为我们自己该 因为这个是他自己弄的 因为也能用 然后这块我们就OK了 因为这个是我们还是上一节课 这个注册的那个 微博那个平台 所以这两块不用动 嗯 那么接下来就是 剩下的一些步骤啊 相对来讲有点麻烦 我们去看看 在这儿就是实现第三方登录 第三方登录里边啊 他下面说是这几个步骤 这些还是刚才那些步骤 那么主要的是 在这儿他需要一个叫 有一个叫这个 pass 就是你要解析啊 他要解析这个sdk的 这样一个东西 你需要去这个网 官网上去注册呀等等 一堆东西 去下的一个包 嗯 在这儿我觉得 如果你照他这文档啊 这个太麻烦了 继续 告诉大家最简面的方法 这儿有个下载研码 可能下载价 再下载一下来 然后下载完了之后呢 把那个扎包就 直接放到我们这些项目里边来 是吧 是吧 不用再去注册呀之类的啊 今天网速还算挺快是吧 对 我们来看看 我们下载好了之后 我们打开 靠配一下 放到桌面上边了 嗯 放到桌面上 放到桌面上 这项目里边 这项目里边其中有几个扎包 我们来看看 这个扎包就是 不是扎包了 扎包收到那个 扎包里边有扎包 阿拉斯里边叫 framework 看上这个有一个叫 boot 然后还有一个是 pass的 把这两个扎包 把这两个框架 放到我们这个项目里边来 就是点一下我们项目 收 funder 然后把这两个呢 给它 选中 然后呢放到我们这里边来 按住out 然后都给它加进来 另外我们可能还需要 应该是需要几张图片 我们打开这个项目看一下 项目的文件哪去了 我 bis pred 没 减压成功 好像少点东西 lobby 你看这里边有没有 crsdkdemo 然后是 在这边没有框架 我先把那两个扎包 先给它加进来看看 有没有问题 呃 然后点击下边这个添加 这个扎包已经一堆了 添加扎包 添加其他地方了 然后找到我们这个项目 找到我们这个项目 18-02里边呢 它再两个扎包加进来 对吧 然后这个我们就不用去下载啊 再去弄 这个太麻烦 丢了一下 成功 接下来呢 那就是后边这块怎么做 这里边有一个写好的一个例子 看一下 叫 login 这个logout 呃 viewcontroller 打开这个 首先导入这两个扎包 然后导入另外那个layer 那我们一会把它导进来就可以了 先 在我们这个 viewcontroller里边 我们先把这两个扎包倒进来 看看有没有问题 嗯 成功 恭喜是吧 然后后边在这儿呢 就是点击那个按钮啊 它会 就是调用刚才我说的那个方法 进行这个 这个登录 嗯 那么怎么样实现这个登录呢 就这样 把它靠开一下 然后接下来就是 在我们这上边呢 添加一个button 一点击让它实现这个方法 嗯 把它切换成我们 手机屏幕适合的 这样一个方便我们演示 对吧 添加一个button button按钮 然后是 这个是login 是吧 第三方登录吗 然后是 按住command的键 然后 这是login 接下来呢 就是刚才我们 coupet的那一段代码放进来 切换到我们这个 这个边缔 然后是 粘贴一下 logout这个还没有啊 这个要改成login 登出这个 这个还没有我们就来这儿找到这两个这三个文件 给它放下来 copy 一定是 然后接下来在这儿需要 import导入这个logout 看错了对吧 coupet 对吧 嗯 这么多凑啊 看到吗 那就是有很多类库没加进来 coupet 那这里边我记得可能刚才我们这个包有点问题我们再去找找 在我们高级主题里边 这是我 刚才测试过的 在 第三方登录里边我们这儿有一个crsdkdemo 可能刚才加的那些炸包不够 帕子这里边看到这儿一堆呢 这几个也都可以再加进来 然后还有两张图片也加进来 coupet一下 放到我们现在这个包里边来啊 第二个里边然后都放到这儿 然后呢 把这个都倒进来 继续添加炸包 炸包可真是要命 是吧 已经这么多了 还要加 添加炸包 然后other 打开我们这个里边的 刚才没加的这个 tty1 加 然后再把刚才那两张图片加进来 我怎么还失败 嗯 看看 问题出在哪 audio service audio service 我们刚才测试里面没有问题 sclat是吧 是不是我们少加了这个炸包了 有可能啊 嗯 再去看一下文档 应该都要加哪些炸包 可能是刚才少加炸包 文档 iOS集成 人档 嗯 sclat 然后继续添加一个炸包 哦 嗯 sclat 3 6 还有7不错误 应该 看这个错误 看是哪个 啊 qq空间 sso是必须的 看这家这个炸包子啊 看这家这个炸包子啊 就 我们比较一下 我们写好 我觉得现在就是炸包的问题了 我们比较一下 我们写好这个和现在一个炸包差 哪个加上就好了 然后代码里边我们有 下的sdk2 然后这里边 汗子已经都有是吧 livez pullui 然后security trucate有 然后是 livez有 好像还有一个 这个框架也有 call systemconfig call talefony 嗯 真奇怪 比较一下我们这两个炸包 然后 小时候赶快这个 叫这个怎么样 大家来找茬是吧 看一下我们这个炸包 这个摄影对的 然后是 livez也有 这个往上挪一下 然后这个是对应的 然后后边是 ufl secret practices pullui pullui up up 三个 我怎么搞的呢 我们这个 怎么出问题呢 我们再运行一下 刚才我们这个 Clean一下 Audio AudioService AudioService 我们再看看 是不是加一个AudioService 就好使了 没有AudioService AudioService 嗯 真是奇怪 重来一遍 好吧 继续重来一遍 继续新建一个项目 看看刚才那个步骤哪有问题 新建一个叫18-02-001 好吧 然后继续放到这个地方来 看我们加炸包的一个过程 我估计就是炸包有问题 我们再去 刚才的一个叫 mov.com里边来看看 呃 3sdk 登录一下 嗯 嗯 登录 慢是吧 嗯 这个很奇怪 为什么我们刚才 没有 继续成功呢 这儿啊 我们照着这个里边的这个直接照着这里边来添加炸包 然后 第一个叫 从下边往上面走啊 c-term-configure 这个没错是吧 第二个 加一个叫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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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是哪个大波加错了 然后接下来有一个叫co for telephony的 然后再加一个是 叫labicu 然后再加一个是 labz 1.2.2 再添加一个security 嗯 再加一个叫 messageun 然后我们再来添加一个叫这个 没有啊 那剩下的那些就是 就是这里边的啊 我们看一下 把所有的这几个都copy一下 放到我们这个项目里进来 收银河的 收银河的 放到这里边了 放到这里边了 接下来到这个项目里边继续添加炸包 然后是 add对吧 嗯 按到other 然后这里边是 就是 把刚才我们的整个这一块 包括它 加进来 接下来要添加两个图片文件 图片文件 images login 加进来 加进来 接下来要用的是这个crsdk cr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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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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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丢了一下 好像没啥问题对吧 嗯 那么这接下来就是 看下这个 把这个这call pay一下 然后放进来 嗯现在好使了看到吗 嗯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刚才我们那个 炸包肯定加错了 是吧 嗯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要设置一个东西就是那个 URSCHEMER我们在这运行肯定他会有问题 运行一下先看看 嗯 运行在这有一个说使用 这个微博账号登录是吧 嗯 然后是 gmail.com 登录 这个地方就提示这个因为我们这个之前这个已经登录了 这这呢他会显示一个叫什么呀 这个这个地方我们显示登录成功 而且这个地方先显示的是 无法使用SSO授权 原因就是 将使用web方式进行授权 无法使用这个授权的原因就是你这个URSCHEMER没有 设置 嗯 还记住我们那个怎么设置 在 inforp list里面 这让他添加什么呀 添加一个就是那个URL 添加这个 然后在这里面再添加一个叫URSCHEMER 跟这个一样 这个我就不说了自己 然后 算了还是添加一下 还有同学会觉得这个 郭老师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呢 是吧 这个我们把刚才这个 这个测试里边的这个 API Key先拿出来对吧 嗯 然后在这再添加一个 item里面 我们再来添加一个叫 URL SCHEMER 对吧 在这个SCHEMER里面 它里面 会有这个 一个选项 微博 后面是这个 注意中间要把这个空格去掉 对吧 嗯 我们再来走一遍 看他是不是还提手吗 登录 那因为你第1次登录了 第2次登录 他已经把用户信息都给你保存下来了 直接又登录成功了 这是我 UID 是吧 这个Token是一个这个令牌啊 然后后面是一个加密 过期时间 是吧 嗯 如果我们要是这样 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应用给他删除掉 把这个应用给他删除掉 嗯 我们这是180200 是吧 对 都删掉 都删掉 我们再来走一遍 再来看一下 那么在这的话 我们再来登录的时候 他就直接 弹出了这个框了 对吧 嗯 如果你已经登录过了 然后他就直接可以登录 登录 OK 这个地方会提示我们这个登录成功 对吧 嗯 这就是我们这个有关这个第三方登录啊 其实 刚才的前面的配置是跟我们这个分享是一样的 只不过就这个地方 只不过就这个地方 我得给大家这个回顾一下 你如果登录成功回掉在这呢 如果这个地方 显得是真 是一 然后我们 看打印出来一 一肯定是真嘛 是吧 嗯 在这呢 就是登录成功了 然后后边 reload啊 重新这个 重新这个刷新一下这个状态 那么后边这个地方 就是调用到这了 把这个状态放到这了 我们 要通过 弹框的方式来显示当前用户的一些信息 包括用户ID Token Secret 是吧 过去时间 等等其他的一些这个额外信息 这就OK了 呃 那么你用其他的方式来这个分享 就是登录啊 这个类型就变一下就OK了 我们看啊 这里边有多少种类型 哎呀 我们都很难想象 有这么多的这个 第三方平台 我们所熟悉的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 搜狐是吧 网易微博 豆瓣是吧 对 客户空间人人什么开心网 可能有Facebook是吧 推特 印象笔记 是吧 后边都是 Instagram 确实你值得这个软件吗 之前网管 那后来进了就 没有了 这是一个拍照的一个软件啊 这个 10亿美金 被这个Facebook收购了 10亿美金是什么概念 这个 几十亿是人民币 是吧 好了这个 那么有关我们这个 第三方登录呢 我们就讲这么多 那么到这为止呢 我们这一章的内容 我们就讲完了 好吧 那我们这一章就先上到这里 更多高端竞品的 移动开发课程 请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扫描 屏幕中间的二维码 以换取更多的 课程信息 那我们就下一节课再见了 好再见